我們今天先做一張表格來看看 我們接下來要討論這幾台車 你說彼此有關係嗎?是從銷售量嗎? 沒有!今天我們就follow your heart 這個叫做品牌推什麼車 我們就全部把它擺出來 趕在這個時間點站上一級戰線 最前線我們就好好來比一比 包括Mazda CX-30 包括Suzuki XS-4 包括KIA的Sonic 跟Perjua的2008 德國品牌也有啦 但是這個宣傳其實在上一檔 等一下要比我們就給它比到底了 我先講CX-30好了 我覺得Mazda這幾年我只要講到這個品牌 我第一個重點都放在它的質感 沒話講 因為上去真的有一種高級車的那種感覺 真的試車之後發現它好像不只質感 它其實開起來操控也很不錯 然後它坐起來也很舒適 然後很多細節它都有take care 到對不對 全世界 包括網路也都一樣 你有時候 有那種外語的人去看國外的那種論壇 也是一樣 就是嘴翻了 他們現在有很多這種科技進步 有些軟體 或者是手機軟體 或者是電腦的網頁 可以直接在規格配備上面輸進去之後 他們會直接的直接做比較 哇 直接有爆表就對了 對啊 那有些可能我有20項配備 然後你有21項配備 就是可能就差那一個東西 他會覺得你輸了 對消費者來講就不管 我就是要 然後我要了之後呢 我還不要加價格 好可憐 好難做喔 要不然我就在網路上嘴翻你這樣子 所以說到後來呢 我們就可以看到各車廠 事實上規格的一些算是更替啦 對 更替的時候呢 尤其是在這種年度變更的時候呢 他們就會加一些配備 對 但是現在這幾年趨勢 我已經各車廠看到好幾次的案例 以前要調整價格 可能都是因為匯率的關係 對 而且匯率永遠只有聽到漲價 現在呢 就出現很多很奇怪的狀況 就變成我新年式的推出 新年式推出之後呢 OK消費者的期待我聽到了 所以我把這些配備加進去 而且重點來了 不加價 不加價 不加價我覺得 也過時了 我就是要給你再減個一萬 所以我國內的這些代理商來講 我就變成說 他們要加配備之外 我還要再下修價格 所以說像這次CX30 因為它在市場的反應 不如他們內部的預期 最後他們就OK 好既然這樣子 好 加配備 從善如有 消費者在網路上面 跟我要求的好伴加進去 我都聽到了 而且我做到了 然後算一算 好 我再減價格 還要降價 你再不買 我只好再去想辦法 我以為你要嗆手 會很晃 但真的喔 而且以前這個降價的 大部分會鎖定在比較頂規的車款 可是這個CX30 是在入門款的尊榮型上面 就降了三萬塊錢 對因為這個 就是你再不買 不跟你好了 對因為各車廠 因為有很多的這個等級的差異 那日系車最近 還有一台XX4 XX4應該是這樣講 它的戰略位置比較不一樣 因為Suzuki它下面那幾台車 快點都賣得要等 你知道嗎 你去展現都要等三到六個月以上 省油好開 不會壞 承認穩定 然後其實沒有太多的花效的東西 跨界休旅的定義就是 車身形式 大小剛剛好 我可能沒有比較 傳統我們想像的那種 正統的SUV 這樣子 我可能要小一點點的 那我大概都在都會開車 方便 好停車 那這個可能就是我的一個選項 有用感情來爭取一些東西 像頭前的Sensor有沒有 我們就直接實際的出去試一下 嗨各位跨界小贏家們 看我的影片 別忘了幫我們按個喜歡 留言 寫下你想看到的車款 並且把我們影片分享給所有 你喜歡車子的朋友 記得按下訂閱 開啟小鈴鐺 這樣就可以隨時 接收到我們的最新資訊哦 更多車款的開箱品 比試駕通通都在這裡 讓我們一起變成 WinWin跨界大贏家吧